大家好,我是帕克 相信大家對一首歌曲的印象 都是充滿各種人聲還有旋律交織了成的一首歌 不過有一首歌曲 就是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聲音 也沒有任何旋律 那麼這首歌曲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就來聊聊吧 這首沒有任何聲音的曲子叫做4分33秒 他是由一個叫做John Cage的作曲家所創作 這首曲子真的從頭到尾都沒有任何聲音 也沒有任何旋律 整整持續了4分33秒 而且有趣的是 這首樂曲還分成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30秒 第二個部分是2分33秒 第三個部分是1分40秒 那這首樂曲演奏的時候究竟長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來看看吧 在演奏的時候 演奏者會端坐在樂器前 開始演出時 他會把鋼琴蓋給蓋上 欸? 然後把手給舉起來 這已經到了我們只能夠議會的境界了 當然不同的演奏者 會有不同的詮釋方式 有的演奏者不會把鋼琴蓋給蓋上 那如果是樂團來表演的話 大家會像個鏡子的雕像一樣 站在那裡 非常的特別 在正式聊聊John Cage為什麼要創作這首沒有任何旋律的曲子之前 我們得先了解到 《捷徑》一直是他作品裡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像是1934年的雙長笛二重奏 以及1946到1948年間的奏鳴曲以及奸奏曲 在開頭或是結尾或是曲目中間 我們都能夠看到他以不同的形式來詮釋《捷徑》這個主題 那麼他究竟為什麼要寫出這首沒有任何旋律的4分33秒呢? 這就要聊到在1951年的時候 有一次他拜訪哈佛大學裡面的消音室 在消音室裡 任何東西都會被吸音物質給吸收 當他走進這個空間的時候 他聽到兩種聲音 分別是高頻以及低頻的聲響 高頻的聲響是神經傳導的聲音 低頻的聲響為血液流動的聲音 他滿心期待在這裡能夠感受到完全的寂靜 卻發現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角落是完全安靜的 經過這個體驗之後 他產生了創作4分33秒這首曲子的靈感 在這首沒有任何聲音的曲子裡 他想傳達的是 沒有任何一種事物是真正的寂靜 在演出的過程中 會有各種環境的聲響 演出者的呼吸聲、擦汗、開琴蓋的聲音 以及觀眾的錯愕、吵雜、不滿 甚至選擇離開等等的聲音 都被包含在這首曲子裡 這些聲音通通都是這首樂曲的組成之一 所以每一次演出的時候 都會有不同的聲響與感受 那當然John Cage他自己也知道 這首曲子在當時的西方背景下 是不會受到理解與接受的 不過他卻非常想要認真的看待這個作品 他不希望自己或是別人 把這個曲子當作是一種玩笑來看待 他甚至認為這個曲子 是他創作生涯裡最重要的一首 這首曲子還被收錄到音樂家的詞典裡 被描述為最具爭議性的樂曲 不過他不是第一個幹出這種事情的人喔 在他之前有很多音樂家做出這種沒有任何旋律的樂曲 像是艾爾文蘇爾霍夫 他創作的這首曲子裡 裡面是由各種休止符所構成的樂章 也就是說他什麼都沒有彈 另一首曲子更狂 它是由阿芳斯阿萊所創作 裡面真的就是一片空白 無限譜裡沒有任何的東西 那這些故事也告訴我們 你必須先有一番成就 你就可以繳白卷不用寫作業了 好了那接下來我們又先來徹底欣賞 這首4分33秒的演奏吧 4分33秒 1 5分 33秒 1 4分33秒 2 5分33秒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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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 那我是帕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